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儿子韩特的丑闻持续延烧 韩特前合伙人包布林斯基27号再次接受美国福斯新闻采访 他说拜登在总统辩论上否认家族丑闻是公然撒谎 目前包布林斯基已经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约谈 他表示愿意提供手中的三台手机作为证据 另外美国媒体《国家脉搏》27号公布一段韩特的声音档 他在录音当中承认与中共间谍合作 不过这份报导并明明 没有写到这段录音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录下 韩特拜登在中国丑闻曝光至今 目前都没有做出回应 新唐人亚台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 没有写到这段录音是在这段录音是在哪里录音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